海旺钙肥和海藻钙的差异 这是吴家印听说的 要请教阿爸老师的问题 吴家印的孟老师 这两样的钙肥差别到底在哪里 一个是海藻钙 一个是海旺钙肥 其实它差别 当然还是有多多少少差异 那么在这里先说的就是 海藻钙肥和海藻钙肥 那么它的一个 这个各方面大概都会有一个不太一样 所以 那么这让我们第一个就是 它的一个有没有什么样的 就是来源 来源的这个 方便更不一样 另外这个就是 其实它们两个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 就是说这个海藻钙 它是一个德国 德国的这个 这个三片 另外这个是一个 是属于法国 法国的这个三片 那么其实它的一个含量就是 都通常都是这个有海藻 所以 因为现在目前在所有的钙里面 我们 在特殊的这个状况 没有一般就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缺带的时候 就是这个 太高 太暖 太淡 是不是这样 那么这几种的这个天气 都很容易做成缺带 这种天气它的缺带有时候 就是它的增散作用 所以 必须要利用这个海藻 去刺激它 会比较 就那个效果会好很多 所以这 简单来说是这种的一个 这个得力 所以这目前 目前呢 在这个应用 这个各有各有各的 这个大家在说 有时候 那因为它都是有含盖的 这个这个 算这些东西 那么盖 这有时候盖 盖 大概是 在这个输用的这个当中 就是很困扰 很困扰 那么 所以呢 有时候你看起来 好像相类似的这个 这个产品呢 其实很多 那么 但是就是说 这个 这个 差别还是有啦 比如说 这个 钙的含量 这个海藻钙呢 它含量就高 而且海藻钙还有棚 这在德国比较独特的 这个 这个配方 所以藻类的这个配方 所以钙的含量很高 那么还有棚 所以你这个用的时候 基本上大概就已经 补盖补盆 就已经给涵盖到了 所以这差别是这个地方 你说不用了 我 不用吃这好 不用吃这好 不然我就用这个 这个海藻钙 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它也是海藻 但是它是法国的这个 这个三品 法国 那么浓度也其实也都还不错 就是说 它的设计 有点不一样 当然这个里面 这个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 就是说它的海藻 这个成分呢 其实是不太相同的 但是呢 这都是这个天然海藻 去萃取的 这个比较容易吸收 现在市面上可能 可能大家 这个目前对到这个 这个钙的这个 钙液肥 就是说 跟钙相关的这个 这个肥里面 大概 都有这个不一样的 一种看法 但是呢 啊 基本上 可能这个含海藻的这个钙肥呢 是目前 在全世界上 受到大家的环境 所以差不多 5月5月 5月1月的公司都有啦 所以 啊 其实你看 我们很多 我们还有这个 这个有西班牙的 有德国的 这个有德国的 还有两种 还有一个 海藻钙以外 还有一个上钙波 还有一个钙合 那么 所以哇反正很多 很多好朋友说 用的比较复杂 你如果是用得很複雜 你还是不说真的 那么你可以尽量 这个海藻钙 就很容易去使用 这个就很简单 各有各的一个 这个 这个选择 所以呢 这在这给我们 好朋友呢 先做一个了解 这支 这支 这个钙呢 它有时候就比较特别 就是说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 这个成分 这因为 法国人 对这种的要求是不一样 所以呢 它的钙的这个含量 那么 有一个比例 较不一样 其实 效果也都还可以 所以有的人说不用我不用用那好 我不用用到海藻钙 我用这支就可以 这个也无所谓 这个就是你给它比较看看 效果也都还可以 这个可以 让你先做一下 这些 有的人觉得 这个 效果也好用 这样 有的人觉得 这个天气里面 我觉得这些比较好用 这个都有这样的一个差距 那么 其实 就差在那个棚 这个棚呢 可能是他们 还有这个 它的这个钙的这个成分 海藻钙还是比较高 这个 海旺钙呢 它会比较少一点 所以你可以把它比较看看 这个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 就看 选择嘛 你也觉得 我的 嗯 星星啊 你就选这个 法国进口的这个 这个其实都已经挺好用的 以上 让你稍微做一个参考